大家好 是我金家仁 港人and港市 今天這段影片比較特別 為甚麼? 因為我這個頻道 無論是港人港市 或是每天專題市政 我真的很嚴肅是講時事和政治 我很少講是非 我講是非 主要是講一些政治人物 或是所謂的學者和專家 他們說廢話 他們的言論是會影響我們這一代和下一代的人的判斷 你接收的資訊錯了 你的判斷就會錯了 你一錯就會再錯了 所以有時候我剩下的影片 我才會串咎和笑咎他們 但是 完全都是和時事和政治有關係的 但是 今天這段影片 當然都是和時事有關係 和政治沒有甚麼關係 但是我真是說人是非 在這裏先跟大家說一聲 我呢 今天這段影片說的話 是比較壞的 每一句都是仆街的 為甚麼? 因為我罵一個死了的人 也會罵一個在山的人 但你猜不到我罵誰 死了的人大家都知道 看我封面一定知道 就是林超榮 那為甚麼要罵他? 他死了 好了 今天這段影片當然涉及到針針的問題 林超榮是一個甚麼人 我其實沒有怎樣看他 我對他的認識其實就是 在香港電台的時候他扮到鬼五馬六 就去諷刺時敗串咎政府 我覺得這些人 肯用這些節目形式 說政府是OK的 因為起碼有一種為民請命的心態 你說他為賺錢而已 但當時他給我的感覺就是這樣 正義 但是 人是會變的 又或者 他真的為賺錢而已 其實他做的事 是為了吸流量的 我當時小時候不知道 之後我當然知道 尤其是甚麼時候 尤其是甚麼時候 當他 娶了 一個很出名的女人 叫屈詠妍 這條混蛋 在生的 不屌 為甚麼 屈詠妍 大家已經熟悉到難透了 他所有的文章 他所寫的每個字 都是用四個字來形容 不知所謂 他告我都這樣說 為甚麼 他說的那些 說中央怎樣怎樣怎樣做 香港就會怎樣怎樣怎樣好 現在搞成這樣 你用不需要負責任 而當時最初的他不是這樣做 屈詠妍 最初寫的專欄在蘋果上寫 到最後他要回蘋果 大家要明白 這個世界有一種人類動物 叫做白眼狼 黎智英養了這些人 真的養狼狗又咬心口 其後他轉了 在《明報》寫 不同的文章 好了 《明報》當時 也算是比較開明一點 很好笑 如果這個男人不出聲 也算是 因為屈詠妍在香港的政界 擁抱自由民主 那群人 包括我自己 對他心痛惡絕 為甚麼有些人 手可以這麼獨 寫上那些假大胸 還要是 轉移視線 又令人 思想扭曲的文章 顛倒是非黑白 老實說 如果我老婆是這樣 我大包大包刮下去 誰知道 林超榮死了 所以我今天說話很惡 跟大家說一聲 不好意思 是否你又瘋了 這個人便會變 香港叫雞是合法的 你叫雞便可以 老實說 在《明報》那件事件 我對這個人 刷新了我的認知 以及更改了我的看法 就是這件事 他竟然說 現在 一個女人背後的男人 用來做甚麼 用來保護他 既然現在有這麼多人 用一些這麼惡毒的軟言 就說我老婆 那行了 那我也霸寫了 我也不寫《明報》那些 文章 你老婆寫的東西是對還是不對的 你老婆寫的東西 100%都是幫中央護航 弄壞香港人和弄壞香港人的經濟 現在是嗎 是嗎 老實說 當時 他還要幫助他老婆 我看得到這個人 本身的性格 是爛透和壞的 絕對不是那些老人變壞 他本身就是壞 不過他沒有變老的機會 為甚麼 61歲死了 不用說 他夫婦當然是支持針針 今天這條片很大機會黃標 尤其是紅 我也會把資料放進去 無論怎樣也好 沒有營利我都要出 我本來不是想說這件事 但真的很生氣 為甚麼 他是活該死的 為甚麼林超榮活該死 大家可以看這份資料 這份資料 在2021年5月28日 林超榮自己這樣說 這份資料是2號 不斷在群組放出來 然後還放了很多資料 所以我沒辦法不調查這個死人 你回魂找我 好了 他說 我打了針針之後 把報告放上朋友群組 一位年輕導演回應 你不害怕嗎 那好了 打針針有甚麼 那麼害怕呢 林超榮回覆他這位朋友 萬一樓上樓下有人感染 傳動大廈住客隔離 強迫入築高灣14天 那就不慌不害怕 哦 原來2021年5月的時候 他認為未來打了針 就不用入築高灣 你說林超榮這些 左膠上樓 左到極致的人 多天真多傻 當時的情況是怎樣 打了針 一樣沒有晚上堂食 為甚麼 六點鐘就散了 打了針 不能唱K 為甚麼 因為很早 這些場所就不讓開業了 打了針也要入築高灣 為甚麼 因為打了針也會感染 是吧 當時就是很多打了針的人 入築高灣 發瘋了 與世隔著的地方 但他又不像 沒有任何病徵 但你說他讓了 我不知道林超榮 出現這篇 文章或者網誌之後 這是生活的專欄 他自己過了半年後 或者到了2022年初的時候 有沒有看回自己曾經說過甚麼 有時就是你以前的言論 很多時候都經不起時間的考驗 無論他老婆和他自己的命都是 他已經告訴你 你是錯的 一個寫到香港經濟 說很好 但確實如此差 變成為止 未來變廢墟 一個 說打針針有助於健康 到最後死亡了 你用生命去證明你們是錯的 坦白說 是值得的 為甚麼 因為我們這些沒有打針的人 有些人是打了一枝 有些人打了兩枝 但有些人打完之後 就不停地想方法排毒 無論怎樣也好 知道針針不應該打的人 其實都是勝利者 對於絕對勝利者是怎樣 沒有打針 沒有感染 這些人 俗稱黃金熊貓血 我不是 我只是白人熊貓血 為甚麼 因為我 沒有打針 但故意去感染 所以我自己把自己黃金的身份 變成了白銀 是差了一點的 不要緊 我也是值錢的 當時 很有趣 他不斷問他身邊的人 串他身邊的人 他這樣說 他問那個 年輕導演 為甚麼你不打 那個導演說我三高不敢打 他六十歲 他死的時候 當時都是六字頭差不多 年輕導演可能四十多歲 我這些就對他來說叫年輕 是嗎 他就說他自己的朋友圈 有三分二還沒有打針 借口一 年紀大 內地也不鼓勵六十歲的人去打 忽然之間又那麼支持內地政策 這些很有趣 你又支持港共政策 你又說別人支持內地政策 內地當時 確實的狀況是 叫老人家不要打 是真的 我當時大飛的頻道說了幾次 香港政府不停叫香港老人家打 國內政府就叫別人不要打 我當時也說 我當然是聽中央 對吧 我怎會聽香港政府 不懂事 沒有溝通 你現在走到這裏就聽個小的政府 不聽個大 是你的朋友沒有錯 而是你錯 你再一次用你的生命證明 你當時的判斷是錯的 好了 藉口二 我怕有隱疾 不怕萬一 最怕萬一 不怕一萬 最怕萬一才對 平時大魚大肉 暴飲暴食 又不怕出事 他是這樣串他自己的朋友 借口三 我等到驗身報告就去打針 不過去驗身之前要去賣個保險 不知道有沒有camp 其實他身邊的朋友全部都很聰明很精明 反而他走去串他那個人 即是林超榮 是和日豬沒有分別 很愚蠢 為甚麼 因為他100%信政府 他從來不想過那些針針 怎樣做出來 他亦不去 檢查一些醫學報告 和一支疫苗 他需要幾長的 連濟時間 測試時間 他真的以為 他好像國內的晶片那樣 你找個晶龍都會蒸出來 他是不是 看他老婆的文章都看得多 那個人 那個判斷能力都不停下降 又或者他根本就沒有路 借口四 我自小也很怕打針 是呀 即是自小也有打 打完就不怕 每一句都好 有骨串他身邊的朋友 我不知道這個葬禮 被你串過的朋友出席你的葬禮 宣讀我現在讀的這篇當日的專欄 你會不會翻生 借口五 我上網預約吧 誰知道爆滿 那你為什麼不去私家打 不用排隊 朋友仿然大 不才知道 去私家醫生處打針 不用付錢 他經常賺好處 竟然走保 立刻預約去打針 還叫菲蓉一起去 你的朋友也是多謝你不少 不知道他先死還是你先 我打了針之後 感覺做過良好市民 再加上 安心出行 一家五口走出街 有如一個 五行八卦陣 八毒不侵 病毒彈開 各地政府都鼓勵民眾打針 有錢派有放假 又有飛機票 好象苛小朋友打針此敵 不打針病怎會好 小朋友都明白的道理 成年人竟不知道 他這篇網誌 先讀到這裏 今天為何我說 我真的很惡讀 當然不僅是說這篇文章 對嗎 說真的 他看這篇文章 就知道他的品格 是多厲害 對嗎 究竟有什麼 文章引證到他 非常厲害 原來 在2012年 他做了一件事 我真的無法想像 人 我不一定會幫 但是貓貓狗狗 我一定會幫 因為我覺得 幫助寵物 對寵物好 比對人更好 因為人性的醜惡 我有時感受得太多 雖然我的貓經常咬咬我 而且咬到流血 但我仍然很疼愛他 但是 這些賤人林昭榮 養了一隻狗 那隻狗 其實是很靚的 很聽話的 他自己三個女兒就當他為寶 但是他為了 家裡變大一點 竟然炒了菲蓉 和扔了那隻狗 兩次 其實有人 應該是黃小姐 我不開名 在很久之前 就已經出過這些 post的文章 以及這件事已經上過以前的 八卦雜誌 可能是自己的記性不太好 有些關於動物的事 卻記得特別清楚 他發文說過要令一間屋變大 只要將以下兩件不等需的東西消失 送走就可以了 一 人 例如家中的菲蓉 又賣你老婆 又賣你三個女兒 留下自己一個 三百呎的屋 都可以當三千呎住 第二 狗 年老 多病的狗 他非常成功地棄養了唐狗荒包 我看過那隻 是有少少雪梟品種的 他還要把這隻狗 棄養去荒山野嶺 棄養 其實都有很多種 你棄養去一些 愛心之家 然後走去 也好些 容易些被人接受 但棄養去荒山野嶺 真是賤人 還要騙他 那三個女兒 或者狗是自己走失的 那三個女兒 就哭到 真是我見猶年 還要周圍去 貼街招找狗 有業心的市民 就找回狗 竟然 屈穎妍和林超榮這兩個 糟糕夫婦 當場拒絕認領 最後為免狗狗再度出現 他還把他棄置去更加偏遠的地方 他還要教他的女兒做人的道理 狗是動物 並不喜歡住在 人的家 喜歡 草地 綠泥沙 聞狗屎 餓食就餓 要餓就餓 自由自在 無拘無束 你當日又養他 你現在說 是野獸 不是說草物 還有 說這些說話的人 做這些動作的人 不是人 是畜生和禽獸 而你是一個有知名度的人 你自己欺負 還要教壞下一代 你不是人 幸好你沒有兒子 不是說你有沒有兒子送中的問題 幸好你沒有 如果不是又複製多個 林超榮2.0出來 就害死了老婆 你已經失敗了 不要再害下一代 不過不要緊 你沒有機會了 下去地府 慢慢害 好了 真是 狗的將人 一旦嘗個自由的滋味 就不會回來 這是 在當時林超榮 教女最後一句說話 人像狗 一旦人 做過豬狗不如的事 感受過這些滋味 這些人 就不再是人 就是狗 或者是豬狗 就回不了頭 我 用回你 最後教女的說話 用回你身上 這位 叫黃小姐 對她的評價 兩夫妻真是 佳豪天誠 屈 寡婦不要傷心 大家明白嗎 因為屈永賢是寡婦 沒有問題 說真的那句 你也是 支持打針的人 對嗎 所以有些人說 屈永賢是為了生活 他這樣寫 也是為了錢 錯 從他們的行為 以及他們的打針針 你就知道 他們完全相信這個政府 相信這個政權 行為就是反映了他們本身是一個什麼人 沒有 湊含是湊草 最後 就醒了我 我免得 說得那麼惡毒 說真的那句 現在 林昭榮就死了 我真是最後 贈他一句 活該死 我希望你那三個女兒不會受你的影響 可能隔一年半載差不多了 那三個女兒大一點的時候 屈永賢我不希望她死 我希望她 拍甘信 然後手震 是的 告我 我的人身攻擊 我都說我今天這段影片真的很惡毒 真的很漏 好了 林昭榮 我講到這裏 這段影片其實 真的會出了幾份當時的文章 這段影片是不停地重複 大家可以上網搜尋 尤其是藍絲 你經常說自命者是正義 你那種才是正義 你那種正義害死你 現在林昭榮是一個 大家記不記得李詩煙 也是另外一個 但是 但是 有時候 無知 死了 都不知道什麼事 確實有些人是無知相信政府的 大家都知道我想說誰 其實昨晚我整晚都睡不著 周恢薇 你也知道 他本身是一個 在香港很出名的明星 我小時候看他 他都帶我很多年 帶我十五六年 大家也 知道他昨晚 證實了 死了 從他傳出了 他過身的時候 我一直跟自己說 我希望不是 為什麼 他是一個很善良的人 而且 他在感情路上 也是非常坎壞 其實他的性格很差 我看不到 他可能是對生活和很自我 這是有可能的 但確實他沒有做過什麼壞事 不像有些明星 例如陳奕迅的那些 選擇性失聲或者 選擇性裝傲扮啞 我覺得都沒有問題 始終都是藝人 大家都知道 他是有紅斑狼瘡症的 其實在任答華 最近的新聞 訪問某一些他以前的朋友 他不能撞到的 很容易瘀 血小板有問題 其實這些人 身體有病的人 免疫系統有問題 血小板有問題 或者真的有紅斑狼瘡症 是絕對不能夠打疫苗的 在20年前 我朋友的媽媽 就是有紅斑狼瘡症 是很慘的 病發的時候 是很辛苦 無藥醫 大家要明白 很多病痛 很長手尾 不是只說你生癌 或者是一心臟病 有很多病例如地中海貧血症 柏金遜 你不能醫 你只能叫做食藥控制 但其實是否真的能控制 我是很懷疑的 因為我20年前親身見過 他的家人 他的 生活艱難狀況 無論怎樣也好 我比較了解 有紅斑狼瘡症 這類病的人 絕對不能夠打針 最後 周凱薇 我個人認為 他是肺炎死的 大家看到他的報告 都知道 洩漏了出來 說得很清楚 他一個星期之前 已經呼吸有困難 但我不明白他為何不入院 很多人以為他很有錢 但我不認識他 但我看回一些相關的報道 以及看到他以前的感情 生活 他自己說出來的 我隱隱然覺得 他有被男人騙錢 而且大家想想 一個57歲 獨居女人 如果你有錢為何會不請工人 不請保姆 如果有請的 為什麼他病發時沒有人照顧呢 大家可以想一想 究竟他是不是真的有錢 有很多女人 賺到錢 但不懂得理財 但他們很有厚德 虧了被人騙了 只是不說 他之前有位男朋友 小於7年 說是建築師 究竟誰 養誰 大家想想 因為跟他一起拍拖 很多人都是窮 沒有錢 很多時候 會被接濟 或是吃軟飯 其實有很多這樣的個案 女方和鄭玉玲 當時已經是 現在女方很有名 今天我這段影片得了很多人 但沒辦法 我真的有感而發 好 其實這段影片最後我要吊的是誰 我要吊老蕭 我對周開眉的死 非常傷感 是軟息 但麻煩老蕭 你不要想著有話題性就搶著說 可以了 被燈死了 是不是 你還要說這個傳聞是假的 這是假新聞 你連一個基本判斷也沒有 你真是老人痴呆 我覺得這件事根本不值得說 是不是 為什麼 當時如果你是聰明的 你看到 他要麼就很嚴重 在醫院搶救 要麼就已經死了 但是 他的 親人或者 工作室的人 受到很大的壓力 就不敢把這宗新聞 曝光 為什麼我這樣看 他們沒有責任嗎 如果你真是為他好 現在發了很多工作室裏面 周姐姐一直走 生前對我們很好 你們這群人 真的不知道他病了七天嗎 不是吧 你們知道的 為什麼不找人去照顧他 為什麼不勸他去醫院 家庭醫生也帶他去看 是不是 帶他醫生去他的家 有些美女 從小到中年和老年都好 性格是不變的 很固執的 他覺得自己沒事 事實上是否沒事 他死了 有時候我不明白 那些人怎麼看這個問題 死者是不會傷心的 這個死者 最傷心的是他身邊的人 這是涟漪效應 既然知道這個人有病 是和你一起工作的 是否盡力去幫他 如果你真的關心他 除非你真的想他死 是不是 現在老蕭就炒了車 炒了車的第一件事是怎樣 我就道歉 對嗎 我到現在都說了幾次 肥媽那件事 我看錯了我就道歉 我真的錯了 我真的沒有很好看 當時的環境格局 我發覺周開薇有很可能 他不曝光 已經死亡的訊息是有原因 好了 蕭先生就炒了車 沒有道歉 散文 散片 很多網友都發給我 我昨晚明明看過那條片 今天不見了 一個有達克效應不肯認錯的人 的老屁股就是這樣 你幾大年多 幾個學識有什麼用 做錯了不認 不道歉 你和共產黨有什麼分別 蕭若如 說真的 你還沒想死 你死了的話 和林超榮都是同一級 不要看得自己很高 你那些忠實粉絲 坦白說 在我眼中 都是一憂之樂 今天這段影片 發洩居多 跟大家說真不好意思 我真的 屌了很多人 隨時有機會就刪片 告訴大家 因為我也不知道會不會被人告 當然我流量這麼低 沒事的 如果大家聽到很開心 或者發洩一下 請給我一個like 今天這段影片先和大家談到那麼多 拜拜